非常感谢网易资讯 为我们学校引进了非常非常先进的设备 我们学校的泰武国小 由于八八风灾之后 必须要千村而千校 所以我们得这个知变 在新的校区 我们引进全新的科技设备教材 之所以这么做 除了因应未来科技化 国际化全球化这样的一个趋势 也希望透过设备的先进 让我们的老师 功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之后 能够为我们的孩子 在课堂中带来更好的学习性质 进而促进我们学生的学习成效 那自从网易资讯的设备 引进到我们学校之后 我们学校的老师 对于这些设备 我们都是要求 必须要每天的使用 因为我们不希望 这样一套设备放在那边 那这样子呢 会让这一套资源 形容浪费 那我们也很感谢网易资讯 在得知我们这样的需求之后 他们特别的派驻一位工程师 在我们学校 每周一三五三天 那么随班寻堂 只要老师有任何 在使用上技术上的问题 他们会立刻的进班 来给我们老师做指导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学校的老师 在开学两个礼拜之后 每一位老师 大概都能够熟悉这一套器材 那我也经常的去询问我们的学生 学校班级 有了这样的器材之后 对他们的学习 有怎么样的一个改善 那我们的小朋友呢 都告诉我 他们对于上课 都感到非常的有兴趣 甚至是老师 也都会把这套器材呢 教会给学生使用 学生呢 实际上 他的学习力 也比我们的老师还要强 所以每当 好像老师不在的时候 我们的学生呢 他还会去指导 那些访客外宾说 要怎么样怎么样的来使用 所以基本上 这套器材不但是 成为我们老师的一个力气 他也成为学生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学习工具 那第二个呢 我们的学生 透过这样的一个学习方式 他们在上课的学习集中力 就会感到明显的感觉到呢 感散非常的多 那他们的眼神比较能够专注 在黑板上老师的教学 那老师用这套器材呢 并不是只有使用在书写版的方面 那老师呢 透过我们工程师的这样子的一个技术的指导 他们也会应用 我们这个食物投影机 这样的一个媒材的结合 那么再根据我们教学教科书所提供的光碟等等 这一些多种媒材的结合 不论是音乐课或者是自然课 社会课 像直接呢 要去寻找Google上的地图 然后立刻找到定点之后 如何放大 然后如何去计算它的距离等等 在每一个科目的使用上呢 其实学生不但学习到很多 同时呢 也增加他们的学习的专注力 也提升他们的学习成就 所以呢 我觉得在这个面向上 不论是老师或学生 得力都非常多 那最后呢 我也感觉到 学生在这 学校在这方面的得力也非常多 因为非常多的人 他们来透过参观的方式 或者观摩的方式 那学校呢 可以再一次的去使用 或者是去介绍这一项设备 那对我们这些学区外的家长而言 他们看到孩子的教室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非常高科技的一个全新设备 家长也非常非常的认同 非常的放心 所以呢 学校从开学以来也有许许多多 从学区外转入到我们学校的 这些家长学生 那其实很多都是冲着 在我们的教室里面的智慧教室这样的一个设备 所以我在这边就是 对于网易资讯 能够引进这些设备到我们学校 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感到幸运 那同时呢 我也觉得说他们的服务 真的是24小时不打烊 随时有任何的问题 他们都非常的乐意到学校来为我们做说明 或者是排除障碍 这个地方都让我在在的非常的非常的放心 那我也知道说科技的设备日新月异 那网易资讯在这个方面也很诚实的提供 随时给我们提供最新的一个 就是软体的更新 或者是最新资讯的一个引进介绍 那老师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呢 也都能够自然而然的跟我们的科技做结合 虽然有一些老师年纪也不小 但是在这样一个好的服务之下呢 我觉得我们老师他很多也都卸下心房 他也觉得说他也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设备 所以呢在这边呢 就是很乐意的将这么好的一个教学力气 能够介绍给更多的同仁使用 那当然呢可能价格上 很多学校可能会考量这方面的问题 不过我想科技设备应该是逐年 这个价格会逐年的下降 那学校如果有多余的经费 也能够逐步的来扩充 毕竟呢对于我们学校的老师而言 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 才能够带领我们的孩子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创新不断的进步 那很高兴我这样的时间 来跟各位分享我们泰国校的经验 也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 能够到我们学校来参观 这是一所光电的校园 繁宝的校园 科技的校园 台湾文化的校园 国际教育化的校园 民族教育化的校园 我们非常乐意 把学校的人能够大开 让大家能一起来参观 一起观谱 一起交换今天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